很多人在上大學的時候,身邊應該都會遇到喬生同學 不過大家有沒有好奇過 喬生到底跟一般的外國學生有什麼差別? 而網路上,有些喬生加分上大學的傳聞,是真的嗎?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喬生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歡迎回到《深南自衛大死海》 神秘名詞大吉西,獻給有聽沒有懂的節目 說到喬生,有的人可能會想到來自馬來西亞、印尼或越南的同學 欸,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明明他們跟美國、加拿大或日本學生一樣都是外國人 為什麼要特別分出來叫喬生呢? 另外,在一些論寒的粉專上面 也常常會看到有人質疑說,喬生都是靠加分上大學 拿一堆福利和獎學金在持祥和辣 甚至有人提到一種假喬生 是台灣有錢人家的小孩用來洗學歷的管道 這些關於喬生的都市傳說,到底是不是真的? 喬生是怎麼來的?這個制度對台灣人公平嗎? 不過,在開始今天的討論之前 先讓我們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圖文不符創立以來 心理關懷的相關議題,一直是我們非常關注的領域 我們總是希望,能從日常生活中 給人們微小但穩定的支持力量 最近,我們在則則上面開啟了一項新的計畫 《百態自由2022日曆》 這個日曆的主題很特別 是想要透過插畫來展現多元的生命樣態 而在這個《百態自由》當中 我們收錄了365種不一樣的體態、年齡、性別、氣質 包含高矮、胖瘦、男女老少 除了溫暖的生命插畫以外 還會附上許多自我覺察的小語 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在這本日曆當中 找到屬於自己的樣子 並且看到自己身上最特別的地方 讓它成為你生活中的小小支持 因為我們認為,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 而且每個人都應該被世界看見 就算我們不去追求主流的審美觀 也還是能夠好好地、有自信地過生活 這是一本陪你看見自己、更靠近自己的日曆 讓人在新年的每一天 都能夠穩定地得到小小的療癒和陪伴 那如果,你也喜歡這個作品 歡迎點擊下方的連結 集資支持我們的《百態自由》日曆喔! 從字面上來看 喬指的是旅居、寄居外地的意思 而所謂的喬民,就是指旅居在國外的國民 而當這些喬民想要回來台灣念書 當學生就會被稱作是喬生 而舉例來說,林舒豪人在美國出生長大 但他有中華民國國籍,那他就是喬民 那如果林舒豪今天想要回到台灣念大學 那他就是喬生 所以照理來說,喬生應該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但實際上,喬生的認定比我們想像的要寬鬆很多 根據喬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喬生的定義只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是,至少要在國外住6到8年 第二,必須是華裔 這裡沒有規定說一定要有中華民國國籍 只要你是住在國外的華裔就可以當喬生 但是華裔又要怎麼確認呢?難道要用DNA嗎? 嗯…這裡法規並沒有定義清楚 只要你自己說是,管理華僑事務的單位 喬委會也同意你是,恭喜你,你就是喬生了 因為喬生的定義非常模糊 有些人可能是日裔、韓裔、馬來裔 理論上來說,只要他說自己有華人血統 就一樣可以當喬生 而且不少人明明沒有中華民國國籍 幾代人都住在國外,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還是一樣可以被喬委會認定是喬生 最後,這就形成了一個很詭異的現象 台灣只有2300萬人口 但是喬委會卻宣稱說 我們有4000萬的海外僑民 比全國人口還多了快一倍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荒誕的現象呢? 答案跟美國有關 1950年代的冷戰時期,世界被分成兩大陣營 一邊是蘇聯帶領的共產主義陣營 另一邊是美國帶頭的自由世界陣營 而在東亞屬於共產陣營的中共打敗國民黨 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時很多住在國外,尤其是東南亞的華人青年 都被新中國的號召吸引到中國圈聯大學 自由陣營的美國,擔心這些華人青年 念完書回到家鄉 會把共產主義擴散到新馬、印尼、泰國等等的東南亞國家 所以美國決定出錢出力,跟蔣介石合作 把這些華僑拉攏到台灣來 而這個拉攏華僑的方法有兩個 一個是藉由文化、歷史的號召 二是經濟的吸引力 先講文化的號召好了 蔣政府大力強調中華民國才是正統中國 強調華僑為革命之母 用民族情感,號召海外華人一起到台灣 來參與反共復國的行動 第二個更有力的方法是經濟上的遊營 當時台灣公立大學每收到一個僑身 美國就會給學校一筆錢 這些錢一部分用來補貼喬生的學雜費和生活費 另外一部分就給大學自己使用 對喬生來說,有了這筆津貼之後 到台灣念書的成本就變得很便宜 所以很多人就會放棄到中國的念頭 轉到台灣來升學 而對學校來說,這筆美元喬生的經費也非常重要 1950年代,很多公立大學都很窮 所以像是台大、政大、師大、城大等等的學校 都開始很積極地招收喬生 用這些錢蓋了很多校舍 像是台大現在的舊體育館、政大四維堂、城大的雲青鮮 都是用美元喬生經費蓋起來的,到今天都還存在 而在美元喬生12年裡面 總共投下超過3億台幣和100多萬美金 成功讓來台的喬生數量一路向上緊噴 1965年,美元停止 但蔣介石政府為了維持反共大業 還是繼續用大中華論述和經費的補助來拉攏華僑 不過,因為喬生高度集中在國立大學 還享有各種福利,讓本土的台灣學生覺得越來越不公平 像當時大學聯考競爭非常的激烈 大家為了考大學擠破頭 但喬生卻有加分優待,錄取率高達30% 入學之後還有獎學金、優先住宿權 比較低的退學門檻等等的種種福利 甚至還有人傳聞說,一些有錢人為了讓小孩考上名校 會故意先把小孩送到國外住幾年 再用喬生的身份回來考大學,以增加進入前段學校的機會 變成所謂的假喬生 這邊差一提,其實所謂的假喬生 才是具有中華民國籍的真華僑 反而是真喬生很多才是沒有國籍的假華僑 嗯,這個定義實在是真的有錯亂 好,那話說回來,無論是真喬生還是假喬生 在1980年代末期,喬生的特權讓台灣民眾越來越不滿 反對喬生制度的聲音也越來越激烈 不過,那些看起來拿盡好處的喬生,其實也有自己的困擾 雖然喬生制度,讓很多家庭清寒的海外學生 有機會一元大詢謀 但他們也常常被迫變成國民黨的統戰對象 早期是為了要把這些實際上是外國人的學生再中國化 喬生必須要接受反共教育、出席國慶大典 向國父國籍敬禮參加祭組活動,甚至參加軍訓 那因為當時的資訊不透明 很多人只是剛剛畢業的中學生 聽到台灣學費便宜就來念大學 來到這裡才知道自己背喬生了 當時也有喬生和他們的母國向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 認為國民黨這種做法就是侵犯他國的主權 可是這種狀況並沒有得到足夠的改善 更讓他們不能接受的是,國民黨政府認定喬生都是中國人 所以宣稱自己對喬生有管轄權 還跑去追查這些喬生勾結匪諜的活動 很多喬生就這樣無故被捲進了白色恐怖 遭遇到酷刑和牢獄之呆,甚至是在台灣喪失了生命 那因為喬生制度中的問題 廢除喬生的呼籲也越來越強烈 2000年民進黨上來之後 大家本來期待陳水扁會把喬委會廢除 但最後就換來保障不裁撤的說法 欸,照理來說,民進黨沒有反攻大陸的需要 那為什麼還需要留下這個喬生呢? 原因可能有幾個 首先是因為喬社的影響力 因為台灣非常需要國際認可,但又缺乏正常的外交管道 因此經營多年的海外喬生和華僑社群 就變成了一個很重要的資源 而不少海外華僑在當地的社會會有很大的影響力 能夠直接聯繫到當地的政要 或是有辦法募集到一筆很大筆的資金 所以有人就擔心,萬一撤銷了喬委會 有可能會得罪喬,更加削弱台灣的社交能力 而第二個不廢除喬生的原因,跟招生需求有關 近10 年來,台灣大學開始面臨少子化危機 大學興盛的數量不斷下降 很多研究所還面臨收不到學生的酒精 那因為喬生在很長的時間以來 都是台灣招生外國學生最重要的管道 因此,無論是政府還是大學 也都不想要輕易切斷這個重要招生來源 不過面對各方的反彈聲浪 從陳水扁、馬英九到現在的蔡英文政府 也還是有對喬生制度做出一些調整 首先,關於最受爭議的加分制度 其實從1990年代開始就逐漸下調 按照目前的制度,部分喬生還是有加25%分數的權利 不過很關鍵的一點是 喬生入學名額是各科系在原定名額外,額外在開放的 跟台灣學生沒有競爭關係 另外,從1990年代開始,部分地區的華裔學生 也開始能像其他國家的學生一樣 選擇用外籍生的方式入學,不一定要當喬生 不過因為早期喬生的福利比外籍生好 像是學費比較便宜、有比較多獎學金等等 而第一手接觸海外學生的喬委會 為了拼業績,也會大力鼓勵學生用喬生管道入學 在經濟誘因和資訊落差的情況下 不少海外學生還是會用喬生這個身份來到台灣 可是這個狀況在這幾年開始有改變 因為喬委會的經費逐年下滑 讓外籍生再入學機會、獎學金數量 和各種津貼上都已經超過了喬生 而且加上網路普及後 海外學生可以直接接觸到大學端 不需要再靠喬委會當中間的人 導致喬生的數量,每年都在持續下滑當中 對我們來說 喬生是一個很常聽到,但又很陌生的名詞 其實不只是我們 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 我們也看到不少喬生表示說 自己來到台灣之前 也根本不知道喬生所代表的意義 這些所謂的喬生 可能世世代都生長在國外 認同另外一個國家和國籍 來到台灣唸個書,卻莫名要背回國 而且就算他們後來發現不對勁 想要改回外籍生的身份也不行 因為政府規定一日喬生,終生喬生 要是被發現轉換身份,還會退學處分 讓他們覺得非常不滿 所以這幾年也不斷有喬生出面抗議 要求讓沒有中華民國國籍的喬生 都證明為外籍生 但目前還沒有得到太多的成果 那我們覺得其實喬生不想被叫喬生 跟台灣人不想被中國人叫台胞的心情 是有點類似的 就算有些人為了換取某些福利 也有甘心被叫喬生或是台胞 那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國家 做這種用福利換認同 吃別人國家主權豆腐的做法 也非常不妥當 當然,我們也理解說 關於要不要廢喬生的議題 在喬社和台灣都有很多不同的立場 但我們覺得,不管抱持什麼樣的立場 應該我們都可以同意說 這種用模糊的華裔協統來定義喬生的做法 早就已經不合時宜了 就連中國,都已經在1955年 就廢除了以協統定義華僑的規定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繼續沿用現有的喬生論述和制度 只會為外國學生、台灣人 和真正的僑民都帶來困擾 喬生轉型是有必要的 不過,這也是我們團隊自己的觀點 今天的討論,因為篇幅的關係 沒有辦法討論像是台喬、港澳喬生 海清班學生等等不同的爭議 如果你有其他想法或是補充 也都很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好,最後想來問問大家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什麼是喬生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 看看教官退出校園以及男女混素的討論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